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边是一个上宽下窄的形状 是一个倒梯形的样子 然后加一个撇 撇下笔的时候稍微直一点 不要上来就斜 稍微的直一点以后 然后再撇 这样这个撇就更加的有力量 绷得住 使这个字也能停起来 如果直接斜过来了 那这个字也就会向这边倒了 注意 横与横之间的空灯要均匀 粗细变化 要注意 横腰腰细一点 横的起笔细一点 折以后变细一点 这样每个笔画都有一定的粗细变化 这个字的结构 我们分析完了 这个字里有一个重要的笔画 横折 一起来看牛页书法的笔画分解动作 这个横折的特点 横 起笔细 到折之前很粗 折之后 很粗 行笔之后变细 这边是细的 这边是细的 接近折笔的地方都比较粗 这个 是这个横折的特点 还要注意 这个横是有个弧度向上扬的 向上扬 向上一推 拇指向上一顶 然后提起来 压下去 一转 一碾动 碾动以后 把这个脚压实 然后边走边碾动 边走边碾动 这样 这个笔画就能绷得非常挺拔 现在我完整地把这个字写一遍 护字 横 要长一点 重一点 书法和我们学字不太一样 写字当中是个点 下边的横折 要稍微的窄一点 这边的横 折笔要注意 上粗下细 这个横同样要跟上边保持平行 揭笔处要实 转笔 收笔 这个皮要带有一点弧度 注意齐笔点跟横的齐笔点相呼应 保持毛笔绷出劲 慢慢慢慢出笔 好 这个字就写好了 小朋友们可以跟着牛爷的书法和歌 一起练习 小台湾人 我最近看你练的书法 有的字写得太松散了 因为老师说练习一会儿之后要适当放松 老师说的放松是身体的放松 不是把字写得放松了 原来是这样 小朋友们练字的时候 练的时间长了 也要放松放松 休息休息